這個呢,有沒有看到,很多黏菌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DIY皮癌如何處理 你知道,首要就是說,這個水分是從哪邊來的,一定要抓出來的 那沒有抓出來的話,處理一些皮癌的表面為什麼要用呢 因為以這一面牆壁來說的話,它的上面我也檢查過了 它並沒有水管,那裡面的部分呢,它是浴室 所以裡面的防水防護整備已經都做好了 或許有些牆面,它外面就是下雨會淋得到的地方 因為地震或者是其他因素,所以導致有裂痕水灌進來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處理皮癌 首先呢,第一個,你要有一些手床 再來,口罩、刮刀 有些人會用附目鏡,那因為我有戴眼鏡 所以你就不用附目鏡了 這些裝備,剛開始就是要把鋪出來的這些白化現象,這些牆面 把它很徹底的,把它弄掉 要弄得乾乾淨淨淨的,那我們現在就來處理這些 忘了說,最好要戴一個帽子 你的頭髮會弄到整層 地上一定要鋪一些報紙,或者你的地上也會弄得很髒亂 我們就開始 這個呢,有沒有看到 很多黴菌 大部分的地震也是比較 那細部的步驟呢 一旦擴破,又可以加一個劍力的跨幅 一定要夠,一定要去遲到的跨幅 如果中心電是地震的話 鋪壓再破除不止 就是要把50秒,倒開 那這樣子的話,漢壓比較不會擴散 終於費了902公里,經過了7749元 終於已經把表面做的硬梁爆死掉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用砂紙 再把它,天井的部分呢,再把它們乾淨 接下來呢,我們就用漂白水 可消滅99%的細菌 這個漂白水呢,就還蠻好用的 那有些廠商呢,他們有專用的殺菌劑 都有查詢過,我們用這個漂白水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方向 一個空的盒子把它切開就可以了 這是一般的寶特點 上完我們的漂白水之後呢 一定要等它全乾 全乾之後,我們才來做下一次的動作 接下來呢,我們要上一道 低癌防水滲透結晶粉 那這個有很多廠牌 一般像是家庭,我們經常都買得到 上這一層呢,最主要 我們可以跟這個水衣 混泥土的部分 做一個體驗的,先上這一道 那主要,等一下牆要打直 然後呢,低癌防水滲透結晶粉 粉3水衣,或者是粉2水 3比1或2比1這個比例 不過呢,調完之後呢,在30分鐘之內 在它還硬化的時候,就馬上要吃火花 最好刷兩道 一道等它還在48小時之內 上面還可以打開之後 趕快就再刷出一道 在這一層,真的完全乾燥之後 我們下一道呢,就是要來切這種 防水來切透明的 或者是說透明防水膠 市面上有非常多種 可以選擇一種來試做 在槍面乾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的一道程序 就是用這個Bi粉 它最主要呢 這個Bi粉的使用方式 就跟我們P土是一樣 要加些許少量的水 你用P土的方式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要上P土 不然油漆行、五金行、五金百貨都買得到 所以,它有一包的跟整形的 那你在P土的時候呢 一定也要多買這種花刀 再找一片硬的東西 就像類似這種木片 這是比較大便宜的 可以小便宜一點 把它擠在上面 花刀下去把它弄起來 順順的把它劈上去 等它硬的時候 我們再磨平一點 上油漆會比較平順一點 在P土的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加進去一些白膠 就是我們書籍常看的那種白膠 那P土的 附著在牆壁上的黏著度 會更良 到P土完差不多一天之後 等它全部真的乾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要用比較細緻的沙子 來磨 那一般沙子的話 有分這一種的 跟這種菜划不一樣 那你要清楚的話 盡量用比較細緻的 就可以了 沙子它有分很多的 有些從粗的 一直到比較細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一般在我們磨平的時候 因為地板會長 所以要磨比較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沙子區 現在各位如果坐到這邊的話 就會想坐 來喔 比較煩有T刷2到3次 2到3次 2到3次 終於完工了 登登 整個施工過程也差不多有四五天的時間 那記得喔 我自己的經驗是 你不要急 那等它乾再上另外一道 那不要說急著施工 把它縮短到一兩天 那效果會大到很多 好 喔